要是当年 让你留在家里带孩子 我出去工作 你愿意吗 这婚姻中最痛苦的就是 你努力想给对方的 却不是对方想要的 我只能说 你既不关注我 也不了解我 你一方面标榜自己是独立强大的女性 另一方面 又渴望婚姻的强大 不觉得你一直活在矛盾之中吗 我每天九点十点十一点才下班 人家都是全职妈妈 我是全勤妈妈 孩子跟家庭是咱们两个人的吧 为什么一说到工作就得以你为主 以我为次呢 你为什么不能站在我的角度 听我想一想 既然已经付出了跟孩子分离的代价 那就应该在职场上 拿到最大的回报 一家两个人去干投资 谁管家 日子怎么过呀 如果咱们两个人中间 要有一个人为家庭多付出 那这个人必须是我 你赶紧回头照了进步 你看这是活屋套公司吧 你赶紧回头照完进度 就自己准备了